然后,大家跟着龙皮一起打招,那我们开始。 现在,到了我们的光明时间, 诚心地邀请各位跟着龙皮的引导一起来静坐修行。 轻轻合上双眼,感觉轻松舒服,轻轻合上双眼, 就好像我们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一样, 轻松舒服。 一开始,先调整我们的坐姿, 右脚放在左脚上面, 右手放在左手掌上面, 右手指时指,轻轻碰出左手拇指, 自然地放在右脚踝上面。 右脚踝上面。 从头顶,额头,眉毛,眼皮和每头肩的肌肉都放松。 不管是右脚, 不管是右脸部, 颈部,肩膀, 手背, 手掌, 和十只手指头, 全部都放松。 。 松步, 腿部, 腰部, 大腿, 和小腿, 都放松。 一直到, 一直到, 脚趾, 脚趾头, 全部都放松。 尤其是我们的腰部和背部, 都放松。 都放松。 也把它保持自然停止。 觉得呼吸自然平顺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坐在地板上不舒服的话, 我们也可以坐在椅子上, 感觉轻松自在舒服。 但是小心不要睡着。 我们面带着微笑的静坐。 感觉很轻松很自在。 也非常满意现在的进度。 调整好我们坐直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调心。 我们先深呼吸脸部三次。 深深深深深的呼吸。 感觉空气通过我们的肺部, 一直到肚子内在内的中央。 再慢慢慢慢慢慢吐气出来。 当我们稀息的时候, 感觉吸进了空气中所有的幸福和快乐。 。 当我们吐气的时候, 又向健身体中所有的优秀和烦恼都吐了出来。 觉得现在是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 其他的事都已经不重要了。 许文部都放下。 不论是工作、行人、家庭、功课、 和一切的一些许文部都放下。 让我们的心宁静、宁静。 轻松、舒服。 保持喜悦开朗的心形。 也透明光亮。 我们慢慢体会空空的感觉。 试着观想我们自己一个人坐在宽广浩瀚的宇宙中。 自然自然自散。 宁静、安详。 就好像刚刚书生的婴儿。 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丝丝的烦恼。 也没有一丝丝的转练。 在观想我们的身体中没有任何器官内障。 。 好像空心的透明玻璃罐子的一样。 空空晃晃。 现在,心螺的引导我们的心。 安定在我们的体内的中心点。 也就是渡息往上提高两只手指高度的地方。 应该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心。 它就好像羽毛从空中慢慢慢慢地飘下来。 。 羽毛心心结束水面上。 见羽毛结束水面的感觉。 也停留在肚子内的中心点。 我们一直维持轻松满意的感觉。 。 大家要注意。 轻松这个感觉。 轻松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 千万不要看清这个部分。 当我们知道这个定点之后。 我们试着观想冬天的太阳。 。 在我们的体内的中心点。 轻松自在光亮。 但是不自然。 慢慢观想透明光亮的太阳。 。 是在我们的柱子中间。 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很自在。 透明光亮,轻松开朗。 也慢慢来不要急。 如果观想不到。 也无所谓 觉得自己的心 在肚子中间 静静地做就可以了 也不用担忧 静静定定 轻松快乐 透明光亮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中 装着好多好多的快乐 就快要满出来了一样 宁静宁静 轻松快乐 透明光亮 好像我们的身体 很轻松 很舒服 当我们 无虽乱想 有查念的时候 也可以默念 佛圣号 轻轻地默念 声音 好像 从肚子中间 发出来一样 称颂 这样就可以保持正念了 一直默念佛圣号 同时观想透明光亮的太阳轻松舒服 见我们的心静止在这个太阳的中央维持下去 宁静宁静柔软 轻松舒服 透明光亮 Sammar Rahim Sammar Rahim Sammar Rahim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 母亲抱着我们手上的歌里一样 很自然熟悉的旋律 一直到我们的心静定下来的时候 那时不想默念佛圣号 也可以 宁静宁静 轻松 静定在身体中央的中央 宁静宁静 轻松 轻松 舒服 隔明光亮 慢慢来 不要心急 如果我们静坐时 有任何体验 也不要理会 保持平常心 以冷静轻松的态度面对 记得只要做一个好的观众 静静地坐 定定地看 我们也不受任何的影响 只要心松舒服的静止在身体中央的中央 透明光亮 清静慢慢来 也轻松 舒服 轻轻柔柔 羽毛 也飘飘 飘落到 肚子中间 很宁静 宁静 感觉 很喜欢 这种感觉 好像这样 静静的状态 好想 维持这样 静静的状态 也可以 做到永久 太阳 太阳 透明光亮 我们的心 也跟着 透明光亮的太阳 心静 也没有一点 下心 什么 让 什么 让 什么 让 让 干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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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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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 愿大家 最究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